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现在早上11点14分 然后我今天打算跟秋文约会一天 因为平时其实要约他很难约 然后难得约到他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一天 然后其实讲要plan去那里去怎样约会 我都还没有头绪 我目前有的plan是可能带他去他喜欢吃的那个餐厅 还有跟我讲有一个餐厅他很喜欢吃 然后他是素食的 一起去买衣服 然后逛街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啦 可能带他去漂亮的地方打卡拍照之类的 这一次算是第一次镜头上的正式约会啦 所以可能我们慢慢来 然后可能你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现在我已经打扮好了 我不确定看到我这身打扮会有什么意见 等一下我们就去问他看 然后再看他现在准备好了没有 我跟他不是同居 那这是邻居 至少大家有各自的空间 OK 所以现在就去找啦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去玩宝宝的房间 看我们的去玩宝宝打扮好了没有 啊宝宝 啊宝宝 宝宝 看我这身打扮 你能接受吗 OK吗 好吗 蛤你摇头啊 这个衣太小了 太小 不是看起来比较紧实 比较结实吗 可以吗 很像没有钱买衣服 可以吗 这件不是你选给我的吗 买错 太小了 太小了 等一下下去后呢 去我的房间选一件 你觉得比较好了 嗯 所以我宝宝帮我选 所以你现在比较低调 比较大 你现在的颜色 不是比较低调 我的宝宝短头发很美 你看大家看 我的短头发包包 极美 极有气质 好 所以换好这件衣 跟我的包包很大了 然后现在我们 就去第一个地方吃先了 一个男朋友在车子 最正常的事情 但是 他现在家里一开始住 所以我的心里 已经是很凉很凉 我的车子为他而开 我自己 我自己都懒得在自己啊 所以我们又来到这个 天然素食馆 这间会干你吗 宝宝 耶 你终于到了吃素了 刚才我的宝宝 scan这个的时候 然后他突然间发现到 诶 其实这间 这个时候关了 所以吃不到 我们换一个地方吃啊 宝宝不要伤心 宝宝 我们换个地方吃 走走走 这间很像是素食的日本餐 哇 你看这里 全部看起来像肉的东西 其实都是菜做的 所以我包包很开心 很快又找到食物order 看到吗 这些其实也是素啊 这个 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sushi 这个是salmon 但是看起来就 就知道不是真正的salmon 这个又是unagi avocado 嗯 做的挺不错的 看起来很好吃 我就试这片东西就好 这个salmon 跟你平时吃的 有什么分别 它有50%接近啦 OK啦 50%? 嗯 它的它有一种 淺淺的salmon味 它竟然有salmon味? 嗯 它看有点黏 所以为什么我们盖这个 这个 这个是它的unagi 这个是它的unagi 哇 厚厚的 厚厚的 吃吃看 这个就弄样香 30%香嘛 因为 毕竟的确是菜啦 因为那个的确是肉嘛 它的腥味还是不一样 这样你会推荐大家吃吗? 我觉得OK啦 这个 我会常常来吃 可能吗 宝宝喜欢吃 因为宝宝 因为宝宝 常常我从他去到 胡鸿的餐厅 觉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觉得 这个世界不是为他而做的 而且他来到这边 他觉得这个是属于他的世界 所以我就会常常带他来吃 而且要吃什么都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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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普通的狗狗T-shirt 这里有一只狗狗 你不要再把白衣弄气了 转过来 看来好笑 有个单穿很恶心哦 有点大 可能要S 所以呢 零上镜就比较适合这样子高零的 这样子就比较好看咯 然后我们就会买多几件这个里面内衬高零的 别的颜色 然后再配家里有的一些外套 应该就OK了 OK 我还一穿白衣 就会露点到这样够粒的 很恶心耶 那个点 这样明显呢 别的男生会不会这样子露点的哦 你看 很恶心 哇 400多块啊 那一只的衣服真贵 哇 我们走到累了 我们就来这里按摩 我们没有一起按摩过 从来没有 是啊 从来没有啊 耶第一次 你这样 你按肩男朋友经常是在衣服的去按摩 我们一起按摩 我帮你按就可以了吗 原来他还有衣服跟裤子给我们换了 我这个没有说来按摩的人 我以为他真的是隔着我自己的衣服这样子帮我按嘛 接下来我要在这个地方躺一个小时给他按一按 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 来这边按摩有什么感觉 值不值得 OK 来 所以宝宝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在那边 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啊 就躺住一下咯 因为我前几天做军做到我脖子很痛 他只有给我按就可能有好一点咯 呃 你会很relax吗 不会很relax 因为这个不是精油它就是按的 我觉得是要精油才会relax呢 因为这个是按按按的 会比较不容易的 这个又痛又痒 哈哈哈 这样意思就是浪费钱啊 没有也不会讲浪费啦 也是有感受到他们的服务 他们也是有很用心在按 你没有爽到咩 你没有睡腰跳咩 所以我就没有更享受咯 好 所以这边买了垃圾桶 买了毛巾 再买一个秋纹 装碟子的东西 哪里放它的盘啊 什么啊 这样子的 啊 简单的一天 我们来这边吃 最后一餐 所以我们现在是on the way 回家了 然后他也在土地的 进一个做男朋友的责任 就是驾车 然后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小套 然后你不能看过来 你这么专心的驾车 这样子的也会被人接受我的话 也是你会想要一路一路一路一样的内容 我觉得这样子的也会有点太战事件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也会有点太战事件了 就是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 好像没有在做这些东西这样子 就是只是拍影片 我觉得这样子的也会有一点浪费时间啊 但是有 突兴感情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变到比较熟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啊 或者在一起啊 或者什么了 就会觉得不熟啊 没有什么感觉啊 但是可能出来约会一下就来 有一点点感觉啦 找回那个感觉 一点点啊 通常要找回感觉都是要去旅行的 就是如果是约会就一点点哦 以后约会你会想要怎样子 因为今天好像也没有做到太多东西啦 以后我们都是在mall那边买一些日常用品的啊 走走啊 比较没有要不要走走走外走去这样子 吃些东西就过了一天了耶 我觉得约会这种东西是 比较多量但是短的时间比较好 因为今天是一整天都拿去约会了 变到做不到自己的东西 如果是来做了自己的东西去吃一餐啊 或者去买个东西啊 这样子还ok啦 不要一整天啊 除非是旅行的 约会就比较好咯 如果在本地的话 在KL就很闲咯 除非有特别的地方 就是没有的做工还是会让人觉得有点 嗯嗯嗯 就是要有做到工也要有约会 不能够一整天都约会没有做工 所以下一次可能约一次都很长就好 对 宝宝送你了 因为你这样偶偶要送你花 就你的生日也要到了啊 就提早先送啊 生日花 嗯 真的啊 可以提早先送了嘛 可以啊 只拍到他嘴笑笑 看不到他眼睛眯眯 这个本来下午要送你了 但是 花来到有一点迟 所以我就只能把它放在这边先 耶 我的宝宝像花这样美 耶 我不懂送 我不懂送花的时候要讲什么 我就这样吧 那不会很贵 真的花呢 ok啦 至少值得 我宝宝开心 可以放在你的房间里面 嗯 嗯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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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应该99个吧 看样子 谢谢 不客气 嘿嘿 保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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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